今天继续介绍悬疑推理剧《神秘法医》 这是一所高档酒店 男人女人接着西装礼服光彩照人 服务人员各司其职 忙碌地穿梭在各个角落 可是一个跌跌撞撞的女人突然冲出后门 她像是被人掐住一样呼吸困难 然后摸索到车上点火发动 最终撞向路边的垃圾箱 警局内警长烦躁地敲着电脑 此时维修员走了进来 这是詹姆斯 警长没有怀疑地将电脑交给他 这时一封邮件发来 正是詹姆斯的通缉单 眼睛手快的他立即删除并搞坏电脑 然后把电脑还给警长 借口一会儿再来 那名服务员叫艾拉 年仅28岁 被发现时 他已经死在车内 像是窒息而死 只是他嘴角的血液颜色有些奇怪 经检查发现 那不是血液 而是树莓果汁 并在口窍内发现了几颗树莓 由于其大小并不能造成窒息 助手猜测可能过敏引起的 此时 艾拉的丈夫找了过来 说艾拉最喜欢吃的水果就是树莓 这就说明 艾拉并没有树莓过敏反应 哈罗沉思了一会儿 便觉得应该是树莓本身有问题 很快 他和同事来到艾拉工作的酒店 这个酒店对隐私保密相当严格 经理不肯透露一点消息 哈罗只好来到后处 询问哪些住户需要的树莓 经理虽然打断了服务员 但哈罗还是记住的1503号客房 被驱逐之后 哈罗并没放弃 想要在垃圾箱寻找树莓的踪影 结果并没有找到 也就是说 树莓还在1503号客房 于是 哈罗再次潜入酒店 但是一番检查之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疑点 这时 两个壮汉突然出现将她制服 接着 他们的女主人走了过来 讲着一口俄语 然后证问哈罗 为什么闯进这个屋子 哈罗告知的事情的缘由 并认为送来的树莓有问题 但眼前这个女人并没有感到害怕 将哈罗请了出去 还警告她 不要再私自闯入 无奈 哈罗只好作罢 但这次行动并不是一无所获 她很快查到这个女人的信息 叶莲娜 俄国记者 著名的环保学家 因为报道过很多严重的污染问题 得罪了很多化石行业的大亨 就连俄国政府都要置她于死地 很快 哈罗就意识到 这也许是一场国际暗杀事件 而那个服务员 只是一名无辜的受害者 就在这时 又一具尸体送了过来 这是一个俄国人 通过纹身判断 很可能是俄国特种兵 他被人用琴弦勒死 手上还有咬痕 而他的嘴上 却有不明分泌物 这些特征 与死去的服务员十分吻合 很可能也是死后 被伪装成勒死的 哈罗猜测 这场谋杀案 还没有真正开始 真正的目标 很可能是叶莲娜 而且 他在今天有一场演讲 正是被暗杀的好机会 哈罗安排助手 进行第二次毒检后 便独自跑到酒店 逼迫经理 调出艾拉死亡当天的监控 只见艾拉进入1503 又很快退了出来 接着 两名男子就追了出来 经理一眼就认出 他们并非酒店员工 哈罗也认出其中一个人 是那个已经死去的俄国人 那么另一个 很可能还在酒店内潜伏着 哈罗记下此人长相 开始在酒店内四处寻找 就在哈罗追上去的时候 男人撒嘴就跑 不过最后还是被拦住的 见逃不掉 男人干脆默认了哈罗的猜测 他们的确受人委托 来要叶莲娜的命 按照计划 他们将神经毒素放入树莓 中途 却被艾拉撞见了下毒的场景 于是 他们直接抓住艾拉 并用带毒的树莓毒死艾拉 结果 反抗的艾拉 咬了其中一人 很快 他就被感染了 为了不让计划败落 同伴直接将他也灭了口 话音刚落 男人猛然出手 试图掐死哈罗 但由于有人路过 男人只能放弃 驾车逃去 真相大白 哈罗累计返回酒店 因为叶莲娜正在上台演讲 下一秒很可能就会被暗杀 当看到叶莲娜 习惯用的清心剂 哈罗干脆直接冲上去 最终制止的叶莲娜 而这场谋杀 也被哈罗终止了 艾拉的死也有得交代 几天后 哈罗就收到了消息 那个杀手 因为任务失败自杀了 另一边 警长终于修好的电脑 并看到调查局发来的邮件中 正是詹姆斯的护照信息 他很快陷入沉思 詹姆斯和麦克斯的死 肯定脱不了干系 哈罗回到他的船屋 享受着难得惬意的时光 一个熟悉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哈罗难以置信地转过头去 竟然是活的坦尼亚 好了 我们下集再见了